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怀于一身的年代大戏 赐欲告片是初一史 凭借起伏跌倒的月薪情结 真挚动人的美妙情缘和精美绝伦的画面质感 就引发了晚中期待 第一集中 干了华与美视评论 嘉林静云 安月西市 在东江寻根之旅的过程中 邂逅了孤僻天才除诗成沐声 如意龙氏 由此牵扯出一段断尘封多年的古人旧事 令人心深好奇 想一探究竟 一道家窑快一个好故事民国炙热纯院中府水面今日更新的剧集中 享誉国籍的年轻华业美食评论 嘉林静云来东江探访美食 借机展开寻干之旅 此时 奶奶生活过的邻家老宅 早已被改造成主打传统东江菜的一道餐厅 林静云前来品尝 依照餐厅过完的规定 主厨成沐声先是拒绝了林静云的点菜 随后又补充说可以用一道好菜换一个好故事 最后他要了最家常 也最能体现长少人手艺的糖醋排骨 谁料因为成沐声的嘴吵 林静云之后对菜换成品很是不满 扔下手里的筷子生气离开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林静云在自己社交平台上一句 最谢最瞎不如最舒适的点评 要成沐声和一道餐厅在网上大火 未给餐厅证明 成沐声设计偷开了林静云心口承认他处一不错的视频 并上传到微博 视频一出 林静云去一道找他评理 两个人一番正论后 林静云自质理快 愿赌服输 答应讲述有关自己奶奶的亲身经历 由此揭开了一段尘封已久的民国家族王室 大时代背景下的民国乱世图前网友之户 期待已久在都市剧 古装剧一度对了市场的当下 十里浮生若梦主线故事以上世纪 二十年代末东将成三足鼎立的红家 新龙馆 林家的家族新衰老师为背景 将广大观众一下子带回了曾经战火纷飞的动弹乱世 一场间巨风花雪月与鸡狼错乱 等民国风云缓缓缓拉开帷幕 乱世与孕运摩擦 而女思琴与家国情怀相撞 剧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个性鲜明的角色可点和别出心裁的剧情设置 不仅心意十足 更符合时下受众群体制意挑剔的胃口 也让本剧在情节看点上爆发性十足 带给大家过山车般的追剧体验 第一集上线后 不少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情节开展迅速 节奏比较利挪 不拖泥带水 全心视角切入 由现代到民国的过渡巧妙自然 期待已久 民国由于他的时代特殊性 在服饰穿着和建筑设施 常兼致中国古典的传统美与新洋艺术的华丽感 还那把穿着文化包容与全雄争风的独领风骚 让这个时代充满着浪漫与激情 电视剧曲《你浮生若梦》 镜头中的种种细节 更是直观表现出了剧组极致雕琢的成心 服饰上 出场人物的穿戴各有不同 从旗袍 舞会服到西式欢服等 华丽且落落大方 至顶上 从许家的家用别墅到歌舞厅梅高梅 许内室外皆是独鹿的光景 彰显了东江三大家族的派头与地位 情定乱世 唯你不复 目前 许你浮生若梦 展现的剧情 它只是冰山一角 已经引发了观众的强烈热议 不少人对后续跌当起伏的剧情更是翘首期盼 这一场民国炙热纯练将会如何谱写 敬请锁定优酷 VIP会员每周三周五抢先看 非会员每天专门一集 会员独享大结局 然后 超约得大战热议 看看 专门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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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门一集